大家好,我们独家获得《路易式安纳州简本》一书的播放权 作者,卡罗林 汤普森 出版,简报出版社 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点击连结购买此书 介绍 欢迎来到路易式安纳州一个独特而迷人的州 结合了各种文化和丰富的历史 路易式安纳州拥有新尔良和巴吞鲁日等城市 密西西比和雄伟的河流以及各种自然美景 从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遗产到根深蒂固的爵士乐文化 路易式安纳州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些东西 本书将介绍路易式安纳州 其人名、文化和景点 您将了解该州独特的地理和气候 主要城镇以及美食和音乐 您还将探索路易式安纳州所提供的许多节日和吸引力 因此拿一杯餐有菊具的咖啡牛奶 拿出一盒甜菜 让我们开始探索路易式安纳州 一路易式安纳州简介 路易式安纳州是位于美国南部的一个州 与墨西哥湾接壤 它是美国第25大州 人口超过460万 路易式安纳州 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而闻名 尤其是其绵延树英里的海岸线 湿地和森林 它也以爵士音乐的发源地而闻名 并拥有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悠久历史 路易式安纳州分为两个不同的地区 墨西哥湾沿岸的低地和北部的高地 墨西哥湾沿岸是充满活力的新尔良和巴吞鲁日城市 以及该州一些最好的海滩的所在地 北部以其连绵起伏的丘陵 许多湖泊和历史悠久的城镇而闻名 路易式安纳州也是几个重要行业的所在地 包括石油和天然气攻关 航运 制药和旅游业 农业也是该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甘蔗 棉花和大豆是最重要的作物之一 路易式安纳州以其独特的文化而闻名 这种文化融合了French 非洲和美洲原住民的影响 该州是各种节日和活动的举办地 包括狂欢节和爵士英乐节 路易式安纳州还以其海鲜和克里奥尔美食而闻名 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多元化人口的影响 无论您是在寻找充满活力的城市 还是宁静的乡村度假圣地 路易式安纳州都能提供一些东西 凭借其多样的景观 丰富的文化和充满活力的城市 路易式安纳州肯定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二 路易式安纳州的历史 路易式安纳州拥有丰富多样的历史 从1699年法国人建立以来 路易式安纳州最初是新法兰西的一部分 新法兰西是一个广阔的殖民领土 包括今天的美国大部分地区 法国人发现路易式安纳州是毛皮和其他商品的繁荣贸易地 导致了法国短暂的殖民统治 最初的殖民时期于1762年结束 当时该领土被割让给西班牙 西班牙一直保留路易式安纳州 直到1800年通过条约移交给法国 但法国拥有的第二个时期是短暂的 1803年 路易式安纳州作为路易式安纳购买的一部分被美国购买 这是美国边界的里程碑式扩张 在购买后的几十年里 路易式安纳州经历了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 人口在1810年至1820年间翻了一番 这种增长部分是由于来自该国其他地区的移民涌入以及蓬勃发展的棉花产业 到19世纪 路易式安纳州已成为南方重要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1861年 路易式安纳州成为内战期间第六个脱离联邦病加入邦联的州 战后 路易式安纳州经历了一段重建时期 并在19世纪后期开始经历显著的经济增长 这一增长是由该州在密西西比和沿岸的战略位置及其通往墨西哥湾的通道推动的 今天 路易式安纳州拥有多元化的人民和经济 它仍然是石油 天然气和农业的主要生产国 路易式安纳州还以其独特的文化而闻名 拥有充满活力的音乐场景 丰富多彩的狂欢节庆祝活动以及独特的克里奥尔和卡金美食 三路易式安纳州地理 路易式安纳 州位于美国中南部地区 它与阿肯色州 密西西比州和德克萨斯州接壤 位于墨西哥湾沿岸 该州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 北部 中部和南部 北部地区包括卡多 伯西尔 瓦奇塔 联盟 莫尔豪斯 东卡罗尔和西卡罗尔等教区 该地区主要是农村 包含路易式安纳州的大部分林地和天然气生产 中部地区包括林肯 麦迪森和滕萨斯教区 该地区主要是农业 棉花和大豆是主要作物 该地区也是路易式安纳州许多大城市的所在地 包括巴吞鲁日 史里夫波特和亚历山大 南部地区包括卡特乌拉 Cancordia Avolos和Poencapi教区 该地区主要是农村 包含路易式安纳州的许多海湾 沼泽地和沼泽 该地区也是路易式安纳州许多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所在地 包括新奥尔良 拉斐特和巴吞鲁日 路易式安纳州的地理非常多样化和多样 该州是树木繁茂的山丘 海湾和沼泽地的所在地 路易式安纳州还拥有 全国一些产量最高的石油和天然气田 路易式安纳州也是众多保护区的所在地 如让 拉斐特国家历史公园和保护区 阿查法拉亚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基萨奇国家森林 四路易式安纳州气候 路易式安纳州的气候 通常被归类未潮湿的亚热带气候 夏季炎热潮湿 冬季温和 路易式安纳州四季分明 但夏季通常漫长而炎热 冬季短暂而温和 平均气温从冬季的40多度到夏季的90多度不等 路易式安纳州的大部分降水发生在春季和夏季 该州的南部和中部地区年降雨量多于北部地区 路易式安纳州全年湿度也很高 尤其是在夏季 路易式安纳州有时会受到飓风和热带风暴的影响 飓风季节从6月持续到北奥文博 路易式安纳州也容易发生洪水 特别是在密西西比和极其支流沿岸 以及海岸附近的三角洲地区 路易式安纳州以其充满活力的文化和充满活力的野生动物而闻名 各种鸟类 爬行动物 两栖动物和鱼类生活在多样化的栖息地 该州的游客 特别是在春季和夏季 将在探索其广阔的景观和水稻时体验各种野生动植物 总体而言 路易式安纳州拥有独特而多样的气候 夏季炎热潮湿 冬季温和 对于游客来说 为偶尔的飓风或热带风暴以及某些地区可能发生的洪水做好准备非常重要 尽管存在这些锅类风险 但路易式安纳州对于任何想要体验美国南部的美丽 文化和野生动物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目的地 五路易式安纳州文化 路易式安纳州是一个独特的州 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路易式安纳州的文化融合了许多不同的影响 包括法国 非洲 美洲 印第安人 西班牙人和加勒比海地区 这种影响的多样性创造了一种充满活力和多样化的文化 反映在该州的音乐 食物 语言和生活的许多方面 音乐是路易式安纳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多众流派 包括布鲁斯 爵士 Zedico 和Cajun 音乐通常用于讲故事和表达情感 使其成为路易式安纳州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食物是路易式安纳州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路易式安纳州以其辛辣美味的菜肴而闻名 这些菜肴融合了来自不同文化的各种食材 受欢迎的菜肴包括口香糖 食锦饭和小龙虾 路易式安纳的语言也反映了其文化 该州都使用法语和路易式安纳克里奥尔语 以及英语 这些语言深受构成路易式安纳州的各种文化的影响 路易式安纳州也拥有丰富的历史 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为其独特的文化做出了贡献 从法国和西班牙定居者 到多年来移居该州的一波又一波的人 路易式安纳州多年来一直在成长和发展 路易式安纳州的文化 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并提供了对该州历史和人民的迷人见解 从音乐 食物和语言到构成该州的多众文化 路易式安纳州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六路易式安纳州语言 路易式安纳州位于美国东南部 是一个以其独特的文化和语言而闻名的州 路易式安纳州的主要语言是英语 但该的区各个社区也使用其他几种语言 路易式安纳克里奥尔语是该州的官方语言 是法国、非洲和美洲原住民影响的混合体 路易式安纳克里奥尔语被全州的许多卡金和克里奥尔社区使用 由于法国在该地区的殖民历史存在 路易式安纳州也普遍使用法语 法语主要在该州的南部使用 即所谓的阿卡迪亚纳 虽然法语不再是路易式安纳州的官方语言 但它仍然是该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这两种主要语言之外 路易式安纳州较小的民族社区还使用葛众次要语言 其中包括德语、西班牙文和越南文等 总体而言 路易式安纳州的语言是该州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您是在讨论南部的卡金影响 还是法国殖民时期的影响 语言都是路易式安纳州过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七路易式安纳美食 路易式安纳美食以其克里奥尔和卡金的风味和风格而闻名 这两种烹饪 风格都受到法国定居者和非洲奴隶的强烈影响 创造出独特而美味的菜肴 克里奥尔美食的特点是 融合了法国、非洲、西班牙和北美的影响 常见的克里奥尔菜肴包括石井饭、口香糖、埃托菲、红豆和米饭 Cajun美食具有大胆的风味 通常添加辣椒和其他香料 常见的Cajun菜肴包括小龙虾E2V、虾屁和粗粒以及布丁 路易式安纳州还以其招牌饮料而闻名 包括阿比塔啤酒、萨泽拉克和欧莱特咖啡 阿比塔啤酒是当地的精酿啤酒 自1986年以来在路易式安纳州酿造 Cajun菜肴是一种经典鸡尾酒 以黑麦威士卡和Pitcher's Bitters为特色 Cafe Olay是一种传统的咖啡饮料 由菊具和热牛奶制成 路易式安纳州 也是葛仲独特美食节的举办地 包括一年一度的路易式安纳海鲜节 新奥尔良爵士月和遗产节 以及路易式安纳州 Cajun's Eye Deco节 这些节日庆祝该地区独特的风味和文化 无论你有什么心情 都可以在路易式安纳州找到它 从经典的克里奥尔和卡金菜肴 到经典的鸡尾酒和精酿啤酒 路易斯亚纳州有适合每个人的东西 八 路易式安纳州的音乐 路易式安纳州拥有多众音乐风格 包括卡金 Cajun's Eye Deco 沼泽流行 爵士 蓝调 摇滚和乡村 音乐是路易式安纳州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是该州丰富历史和多样化人口的体现 路易式安纳州的卡金音乐 植根于1700年代中期定居该地区的讲法语的 阿卡迪亚人的传统音乐 它的特点是活泼的节奏和传统的手风琴 小提琴 三角形和勺子 音乐通常伴随着一种称谓 Love Aus 华尔兹 的舞蹈 Zedico是一种结合了法国 非洲和加勒比海影响的音乐风格 它通常是乐观的 在手风琴 三角形 搓衣板和钢吉他等乐器上演奏 沼泽流行音乐是路易式安纳州传统音乐风格的混合体 如Cajun和Zedico 结合了节奏布鲁斯和摇滚乐 它起源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路易式安纳州沼泽地 爵士乐是路易式安纳州音乐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特点是集星创作以及不同节奏和旋律的混合 它起源于1800年代后期的新耳梁 受到一系列风格的影响 包括蓝调 拉格泰姆 摇摆和逼豹 路易式安纳州也有充满活力的蓝调传统 有长发教授和巴迪盖一等表演者 蓝调起源于1900年代初的美国南部 其特点是海绵图案 吉他和口琴是主要 乐器 摇滚和乡村音乐也是路易式安纳州音乐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州的许多大明星 如杰里 李路易斯 法茨 多米诺和蒂姆 麦格劳 都来自路易式安纳州 这些流派通常以传统乐器和现代技术的混合为特征 路易式安纳州的音乐独特而充满活力 美众风格都反映了该州的文化和历史 聆听和体验是一种乐趣 九路易式安纳景点 路易式安纳州以其充满活力的文化和景点而闻名 从南部的沼泽和海湾到北部连绵起伏的丘陵 路易式安纳州的游客可以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活动 新尔良是路易式安纳州最大的城市 也是该州一些最独特的景点的所在地 新尔良拥有法国区 狂欢 节庆祝活动和世界著名的餐厅 是游客的首选目的地 对于那些想要体验这座城市的文化和历史的人来说 圣路易斯大教堂 法国市场和历史悠久的新尔良收藏馆 提供了对这座城市过去的深入了解 路易式安纳州南部的河口国家是卡金文化的发源地 游客可以品尝当地的海鲜 体验该地区的音乐和传统 让拉斐特国家历史公园到处都是小径 沼泽和水稻 使其成为皮滑艇和露营的绝佳目的地 该州北半部是连绵起伏的丘陵 森林和河流的所在地 基萨奇国家森林是该州最大的森林 提供从官鸟到背包旅行的各种活动 在附近 游客可以找到许多州立公园 例如贫困点 那里有一个古老的美洲原住民定居点 无论您计划访问哪个地区 路易式安纳州都能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 从新尔良的独特景点到北部的户外活动 路易式安纳州一定会成为一个有趣的目的地 十主要城市 路易式安纳州市 许多主要城市的所在地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景点 州首府是巴吞鲁日 位于东巴吞鲁日教区 新尔良是路易式安纳州最大的城市 以其充满活力的夜生活 历史悠久的法国区和标志性美食而闻名 路易式安纳州的其他主要城市 包括位于该州西北角的史里夫波特 拉斐特 卡金文化的中心 和查理斯湖 靠近德克萨斯州边境 这些城市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 历史和文化 使路易式安纳州成为一个有趣而多样化的旅游圣地 十一 户外活动 路易式安纳州为居民和游客提供葛中户外活动 从露营和远足到钓鱼和划船 每个人都可以在路易式安纳州的户外活动享受一些东西 露营 对于那些想要从城市生活中休息一下并享受户外活动的人来说 露营是完美的方式 路易式安纳州拥有葛中露营地和房车营地 提供葛中设施以及大量的探索机会 徒步旅行 路易式安纳州为徒步旅行者提供了大量的小径供探索 无论您是在寻找轻松漫步还是具有挑战性的徒步旅行 您都会找到适合您需求的小径 钓鱼 路易式安纳州是捕捉各种鱼类的好地方 由于可以使用盐水和淡水 您可以找到一个放线的地方 无论您是在寻找奖杯鱼 还是只是一个轻松的下午 您都会找到完美的地方 划船 路易式安纳州拥有该国最好的划船机会 拥有超过6000英里的海岸线 您可以探索路易式安纳州必须提供的众多湖泊 河流和海湾 路易式安纳州为每个人提供隔中户外活动 无论您是想在钓鱼的轻松 一天还是在水上渡过充满肾上腺素的一天 您都一定会在路易式安纳州的户外活动中找到一些乐趣 12 路易式安纳州节日 路易式安纳州是一个特别充满活力的州 拥有丰富的文化和许多独特的文化节日 从令人难以置信的狂欢节游行到多样化的音乐和美食节 路易式安纳州的节日对每个人都有一些好处 狂欢节是路易式安纳州最著名的节日 它在圣辉星期三前几周庆祝 是新尔良一年中最大的亮点之一 在狂欢节期间 有游行 派对和奢侈的float 这里还有许多美味的食物和饮料 包括国王蛋糕和甜菜 新尔良爵士和遗产节是路易式安纳州的另一个热门活动 这个为期两周的活动以新尔良市当地 国家和国际音乐家的表演为特色 每年 成千上万的音乐迷聚集在一起欣赏爵士 蓝调 摇滚和许多其他流派的音乐 路易式安纳州虾和石油节 是在摩根城举行的年度活动 这个节日 庆祝对路易式安纳州如此重要的两个行业 补虾和石油勘探 在节日期间 您可以享用美味的海鲜 参加比赛和活动 并聆听现场音乐 路易式安纳棉花节庆 祝该周悠久的棉花生产历史 该活动发生在Villplet小镇 包括游行 黄欢节游乐设施 现场音乐和大量食物 最后 路易式安纳州年鱼节 每年在The Elements庆祝 该活动旨在向当地的年鱼产业致敬 提供大量活动和比赛 现场音乐和美味的年鱼菜肴 这些只是每年在Louisiana 举行的众多独特 而充满活力的节日中的一小部分 从美食和音乐到游行和狂欢节 每个人都能享受到 13 狂欢节 狂欢节是路易式安纳州最著名的庆祝活动之一 这个标志性的活动 也被称为忏悔星期二 标志驻路易式安纳州狂欢节季节的开始 庆祝活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 当时 来自加拿大的讲法语的定居者江天主教传统 带到了该地区 狂欢节以其丰富多彩的游行 充满活力的服装和精心制作的花车而闻名 该活动通常持续几天 从盛徽星期三之前的星期六开始 到大斋节开始前一天的胖星期二结束 庆祝活动中最具标志性的活动 是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游行 其中包括游行乐队 精心制作的花车和盛装狂欢者 然而 狂欢节最具标志性的方面 是其投掷珠子的传统 当花车穿过街道时 骑手向人群投掷珠子 糖果和其他小食品 扔出的珠子通常是紫色 绿色和金色 这是狂欢节的官方颜色 狂欢节是路易式安纳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许多当地人每年期待的活动 这是一个体验该的趋历史 文化和传统并享受随之而来的庆祝活动的机会 14.爵士阴乐节 一年一度的路易式安纳爵士阴乐节 是对该州丰富因乐遗产的庆祝 众所周知 爵士阴乐节每年在全州的不同地点举行 通常在春季和秋季已成为路易式安纳州最受欢迎和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 爵士阴乐节是对购成路易式安纳州音乐崇拜的所有不同类型的音乐的庆祝 多年来 阴乐节的特色从传统爵士 蓝调 赛迪口和福音到现代嘻哈 放客和摇滚 阴乐节还举办教育节目和研讨会 邀请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音乐家参加 音乐 节通常持续多天 每天有不同的景点和活动 与会者可以享受现场音乐 食品和饮料样品 教育讲座和艺术展览 阴乐节吸引著名音乐家 以及许多有暴富和展露头角的人才的情况并不少现 爵士阴乐节是让自己沉浸在路易式安纳州文化和音乐中的好方法 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 可以在一个地方体验国家的声音 气味和味道 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活动 17 小龙虾节 小龙虾节是路易式安纳州的年度庆祝活动 以现场音乐 美味的卡金美食和有趣的活动为特色 该节日庆祝该州独特的龙虾文化 每年4月举行 小龙虾节是体验路易式安纳州独特文化的好方法 游客可以享受现场音乐 正宗的cajun美食 以及反映该州独特文化遗产的活动 在小龙虾节 游客可以品尝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烹制的小龙虾 包括煮、炸和烤 还有像gumbo和jambalaya这样的菜肴 这是以小龙虾为主要成分的两种受欢迎的菜肴 游客还可以购买纪念品 如帽子、T恤和食谱 其中包含制作小龙虾菜肴的食谱 小龙虾 节海有各种活动 如小龙虾比赛、吃小龙虾比赛和小龙虾烹饪比赛 有LSO嘉年滑游乐设施、游戏和宠物动物园 除了庆祝活动 小龙虾节也有慈善成分 每年 该节日都会与当地慈善机构合作 说明有需要的人筹集资金 小龙虾节是体验路意识安那州独特文化并度过美好时光的绝佳方式 无论您是经验丰富的小龙虾食用者 还是只是在寻找有趣的活动 小龙虾节肯定是您永远不会忘记的活动 18.路易式安那州野生动物 路易式安那州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家园 从短吻鳄和蛇到雄和鹿 路易式安那州多样化的栖息地 使其成为许多不同种类动物的理想家园 路易式安那州的湿地是许多鸟类、鱼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天堂 最常见的爬行动物是鳄鱼 它们在该州的许多水稻中都有发现 短吻鳄可以长到13英尺长 经常看到它们在河流和溪流的岸边晒太阳 路易式安那州也有各种各样的蛇 包括棉嘴蛇、铜头蛇和水鹿皮鞋 这些蛇除非被激怒否则并不危险 通常可以看到它们晒太阳并寻找食物 路易式安那州也是许多哺乳动物的家园 如黑熊、白尾鹿和囚鱼 鱼是一种有趣的生物 因为它们的身体覆盖住坚硬的装甲外壳 它们可以在树木繁茂的地区觅食 有时可以看到它们在开放区域、晒日光域 最后 路易式安那州是许多鸟类的家园 包括千玺和居民 这些鸟类包括红雀、啄木鸟、猫头鹰、鹰和秃鹰 在路易式安那州的湿地可以看到许多鸟类 以鱼或其他小动物喂食 路易式安那州的野生动物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景象 从短吻饿到鸟鱼、从鸟类到熊 该州是各种动物的家园 这些动物都可以在自然栖息地看到 19.植物生命 路易式安那州是整个美国一些最多样化的植物的家园 该州拥有多种气候、土壤和地形 为各种植物物种提供了完美的环境 该州是许多长叶松和枇杷松 以及其他长绿植物的家园 如柏树和红湾 路易式安那州还拥有木兰、东青、橡树和野花 该州的湿地地区到处都是睡莲、塔佩洛和岩爪草 该州也是稀有和恩丹红色植物物种的家园 如路易式安那州鸢尾和路易式安那州草原三叶草 由于植物生命的丰富多样性 路易式安那州是原意爱好者和植物爱好者的理想之地 无论您是在寻找郁郁葱葱葱的绿色植物来美化您的景观 还是寻找野花为您的家带来一些户外活动 路易式安那州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有了正确的知识和关怀 您可以创建一个美丽的花园 在未来今年带来欢乐 二十观鸟 路易西安那被称为观鸟天堂 该州是四百多种鸟类的家园 并提供各种栖息地和景观 吸引专家和新手观鸟者 从海岸到沼泽和沼泽 一直到北部树木繁茂的森林和草原 路易式安那州为每个观鸟爱好者提供了一些东西 以路易式安那州为家的鸟类的多样性是显著的 路易式安那州南部海岸的湿地是观鸟者的最爱 在那里可以找到许多种类的水禽和水鸟 包括美国牡蛎捕手、黑富少鸦和三色仓鹿 再往北走一点 该州的沼泽和沼泽是紫鹰、木冠、国王铁轨和园鹰等物种的天堂 同时 北部的灵地是各种民情和猛情的家园 包括大脚猫头鹰、红富啄木鸟和卡罗来纳州山雀 路易式安那州拥有 如此广泛的鸟类和物种 难怪路易式安那州已成为观鸟的热门目的地 该州拥有几条专门的观鸟小径 以及数十个观鸟结合活动 各级观鸟者都可以利用众多可用资源 从观鸟指南和清单到专业旅游和观鸟之旅 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经验丰富的观鸟者 路易式安那州都为您提供了大量机会 让您走出去开始探索 21两栖动物和两栖动物 路易式安那州是各种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家园 鳄鱼 海龟 蛇和蜥蜴等爬行动物 栖息在路易式安那州的湿地 沼泽和河流中 在路易式安那州发现的最常见的爬行动物 包括美洲短吻鳄 普通鳄龟 东部钻背响尾蛇 东部棉嘴和五线石龙子 短吻鳄是大型爬行动物 下鳄长而有力 成灰绿色 它们可以达到14英尺的长度 重达1000磅 路易式安那州的短吻鳄可以活到50年 并在淡水湿地和沼泽中茁壮成长 海龟是在路易式安那州发现的另一种常见爬行动物 该州有许多种类的海龟 包括普通鳄龟 鳄鱼鳄龟 红耳华龟和软壳龟 路易式安那州最常见的海龟是红耳龟和软壳龟 这些海龟喜欢缓慢流动的溪流或池塘 蛇在路易式安那州也很常见 大小从几英寸到超过10英尺不等 该州最常见的物种是东部小钻尾蛇 东部棉嘴蛇 铜头蛇和黑鼠蛇 这些蛇通常存在于湿地 沼泽和陵区 最后 蜥蜴是路易式安那州另一种常见的爬行动物 最常见的物种是五线石龙子和东南五线石龙子 这些蜥蜴栖栖在灵区可以达到六英寸 除了这些爬行动物 路易式安那州还是许多两栖动物的家园 如青蛙 蝉除和熔园 路易式安那州最常见的两栖动物包括绿树蛙 美国牛蛙 南方豹蛙 墨西哥湾沿岸蝉除和路易式安那熔园 这些两栖动物栖息在湿地 沼泽和陵区 路易式安那州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多样性 提供了对该州令人惊叹的野生动物的独特一撇 无论您是探索湿地还是只是在户外度过时光 请务必花点时间欣赏居住在路易式安那州多样化栖息地的非凡生物 结论 总之 路易式安那州是一个美妙的州 充满了多样化和独特的文化体验 无论您是对食物 音乐 建筑还是历史感兴趣 路易式安那州都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从阿查法拉亚盆地的沼泽到充满活力的新尔良和巴吞鲁日城市 路易式安那州是任何旅行者的迷人目的地 凭借其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的历史 路易式安那州一定会为所有游客提供难忘的体验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